台中台里的建民國修 因為說當地叫做孤兒 在家庭 還有這個建民發音聽 還不好聽 現在社區和學校 我去改名說改做在家庭國修 已經通過在八月正式掛拜 下課時間一到 小朋友來到學校的頂部連濕跳車 這是台中市台里區的建民國修 不過因為校名建民 兩個里的國語發音 讓台中心不少人感到不好聽 所以社區發電協會 跟校風作為推動更改好名 目前已經得到台中市政府的動議 今年八月以後會正式改名做 第四季國修 社區的朋友經常就會提到說 這件事是他們覺得說 好像心裡面一直掛念 尤其這個名字有一些諧音 我們這邊有一個竹子坑音區 你講竹子坑音區 講竹子坑大家聽到 建民國修大家都不知道在打 建民國修改名的運動 是由當地地下課社區發電協會 兩年多前提出 因為地下課是當地的旧地名 很多人都知道 也經過跟電風可以有律師的連結 不過也有部分的疾病沒有支持 因為原來校名已經用六十幾年 沒有需要見解 像每校風經過校無回憶 也還有加州代表大會過於通過 去年代向台東市教育教申請 今年三月催地鐵董儀 教育教表時 建民國修是台東館市合併後 在了國平區兩間原住民國修以外 第一間改名的學校 所得來的依相關的頂數 協助好好完成改名的作業 記者代表中 総合報道